在这个地方,在VBA里面呢 如果你城市比较冗长 你千万不要随意的 想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你做Enter的动作 它都会视为不合法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将来呢 你的城市 跑到那个最右边的话 那记得 你要按Enter之前 恐怕你要先注意几件事情 这个地方 如果你Enter的话 记得找到那个空白 找到这个Enter的串接符号的 空白的后方 然后呢记得 在那个空白的后方呢 加上一个底线 底线之后呢按个Enter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如果说呢 你在空白的后方 加一个底线再按Enter的话呢 它会把下面这一行 跟上面这一行 视为是同一行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在那个云端上面 放的这个城市 其实呢 主要的差异是 有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底线 OK 它特别注意 是底线的位置 要稍微注意一下 放的位置 那再来的话 就是最后 如果你把这个 Sub城市给撰写完毕之后 再来呢 我们如果想要产生按钮 特别之后 这边我刚刚有做按钮 按一下它 如果你希望呢 能够让那个按钮 去执行你刚刚的这个 写完的VBA的Sub城市的话 那 要做出按钮 特别之后 我先把这个按钮 先把它删掉 我们重来一下 如果你要产生按钮的话 记得在开发人员里面 这个地方 有个插入 OK 那 它这边呢 有两个可以 去让你建立按钮的 选项 不过我比较建议 你如果要产生按钮的话 请你先用那个表单控制项 当然用Active控制项 其实也可以产生按钮 不过呢 相较起来的话 表单控制项 会比较简单一些 它会比较简单 所以你要插入按钮的话 直接连选这个按钮 在这个 我想空白的地方 你就把它拖拉一个 放开 这个时候呢 它会问你说 你这个表单控制项呢 要对应到哪一个 SARB程式 那刚刚我们写的那个SARB 我们有一个门号 在VBA里面 它会自动帮你显示出来 那也就是说 未来如果你这个SARB名称 这边有的话 OK 清楚 有没有 那你直接怎么样 指定这个按钮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 我把它按确定 那特别注意呢 那个门号 这个两个字 我是建议把它顺便复制好了 直接放到 我们的按钮上 那我的习惯 把那个 门号两个字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做那个贴上 那这边 第二个按钮也是把它贴上 那我习惯的是 再贴一个按钮 再按右键 指定一个 那个清楚的 那个 清楚的这个名称 那指定它 它会帮我执行 刚刚的那个SARB程式 如果上面的名称 要变更的话 其实你可以呢 按确定之后 再到这个中间的地方 点一下 其实这个名称 也可以再把它 做一个修改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有个清除 有个门号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做出 最简单的一个 VBA的按钮 直接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 刚刚要输入一堆程式 输入一些公式 现在不用 直接按个按钮 那最后结果也会 产生 OK 那这个按钮怎么做 我想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 SARB部分先写完 但如果你刚刚 程式有问题的话 如果实在不会写 至少你可以到云端上面 其实你把这两段 SARB到EndSARB SARB到EndSARB 你可以把它Ctrl-C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模组里面 其实也可以 先试试看 反正第一个先要有SARB 第二个呢 你就可以做出 相对应的这个按钮 OK 那做完之后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再增加制定函数 OK 制定函数部分的话呢 当然将来如果说呢 你在你的那个VPA底下 如果插入那个 其实我先把那个demo一下 这两段 两个方选 如果你把这两段呢 放到你的模组底下 那就可以拥有什么 类似像插入那个 这个使用者定义 刚刚讲的这个 制定函数 这个蛮简单 就是直接怎么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 给他他要的 他会给你你要的结果 那你把它点两下 结果就做完了 你不用去想说公式 要怎么去用哪些公式 或者串接的问题 直接就可以做完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按钮先做完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个 如何制定函数 哦 谢谢大家